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是法国人类学家女性主义的倡导者 Francis Echitier 艾希提耶 其实Echitier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张来自苏格兰的明信片 是他很喜欢的一个医学教授皮耶特先生 从Sky岛捎来了几句话 上面写着偷来了一个星期在苏格兰度假 为什么用偷来的呢 这样的说法是从何而来 谁偷了什么 这位非常尽得的医生教授 在每一位的病患身上都贡献了他许多的时间 他从他应该全心全意为他们奉献的一群人身上 在他们身上那里偷来了一点喘息的时间 那到底是我们偷了他的生命 然后他再自己偷回自己的生命 于是作者就开始从这层意义上开始给他回信 2011年8月13日 昨天收到您的明信片 很开心 也很高兴知道您到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圣地度假去了 所以您该是置身在苏格兰的屋中了 不过您的假期并不是您用恶霸或请吞的方式偷来的 其实您每天都在偷的 是您的生命 如果您以平均85岁的医生来计算 也就是31025天 平均粗略算来 每天有8小时的睡眠 三个半小时用在买菜 做饭 吃饭 洗碗等等 一个半小时用在卫生 照顾身体 疾病等等 三小时用在整理家屋 照顾小孩 交通 各种其他事物 整修房屋等等 每个月工作140个小时 以每天工作6小时来算 要做45年 不过 这里头并没有把我们在工作中 得到的愉悦算进去 每天一小时 花在无法避免的社会关系 跟邻居讲话 酒会 大会 研讨会 等等 一般人还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留给作为生命中的 研的那些活动吗 度假 看戏 看电影 听歌剧 听音乐会 看展览 看书 听音乐 或弹奏音乐 各种艺术活动 漫无目的的散步 践行 旅行 石花弄草 待访朋友 无所事事 写作 创作 遐想 思考 运动 纸盘游戏 就只是游戏 填字游戏 休息 聊天 友谊 调情 爱情 不妨 再加上一些 让人产生罪恶的愉悦 您会发现 我甚至还没有提到性爱呢 是的 我只能让您猜了 在所谓的活药时期 每天一个半小时 之前或之后 则是五个半小时 您呢 你把所有做其他事情的时间 拿来延长成工作的时间 您把通往这些疑人的事情的道路 封闭了 而这些事 都是我们生命 深深向往的 有一种 轻盈恩典的形式 就在单纯的生活里 它在工作之外 在强烈的感情之外 在政治参与之外 在一切范畴之外 我想谈的只有这个 也是我们所有人 都被赐予的 这个小小小小的添加物 叫做 生命中的烟 生命中的烟